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练习多就是好 这是很多人他的一个观念 在学生他 总是会觉得他要多多的练习 所以他就会一次教二三十个八字来 说真的二三十个八字 第一个我看也不想看 我就会退回去 第二个 你练习多 不见得好 为什么 假设你的观念错误 你批了二十个 你二十个错误的地方都会一模一样 那只会加深你对错误的记忆性 而不会加深你的一个学习力 其实在以前职棒选手的观念是 当我的状况好转的时候 我不太练习 我要维持手感 当到低潮的时候 我拼命的练习 赶快摆脱低潮 这是在以前的棒球观念 但是在最新的棒球观念里面 却不是这样 他是不管你现在的状况的好 或者是坏 他练习的量 就是维持在那里 他不会多也不会少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人有所谓的身体的肌肉记忆性 结果你在低潮的时候 你这时候 低潮的时候 你的动作其实各方面都是不对的 你就拼命练习 拼命练习 你的身体就是记忆 你在低潮的时候 这样子 反而很容易成绩越打越糟糕 其实正确的就是 不管你是高峰 你是低潮 你的练习量都是维持稳定 这样子你的一个状况 才可以维持比较平稳 同样在学习八字的过程里面 其实一天交五个案例 你只要能够把你错误的点 每一次错误的点 你把它修正 其实就很足够 而不要贪多 我要批10个20个 没有用 因为 你不会的 还是不会 今天在学八字 是要让你把不会的变成会 不是 你批了100个 你很开心 没有用 你100个错都是错同样的地方 你只会 对错误的地方一直在加重印象而已 所以到最后 你还是错同样的地方 你还是不会 所以重点是在于 你每天要持续不断的练习 不用多五个 然后把这五个案例 错的地方好好的去思索 为什么会错 把它修正到对 这样子 你下一次不要再犯 自然而然你的学习 就会很快速的进步 所以练习并不是多就好 其实是要有质量的练习 而且把握住每一次错的地方 代表你的观念是错的 这时候好好的把它修正 你顶多错一两题而已 那你就修正回来 你假如批了20题 结果错了5、6题 一次都错同样的地方 你是根本搞不清楚 为什么会这样子 然后只会越修正越迷惘 所以 多不见得是好事 而是练习的要有质量 这才是好事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